作词&曲 李宗盛 灰燃起黑的炎 紧握一片时间 星光解蜜灭 生命切切 还我从梦眼中 苏醒眼眸穿越血色 时间在你只一年 随我角色 心与我 风与火 你与我不舍 我却火为君生魂朵 寒似寄阔 乾坤向这山 愈合 红黄沾灭残余波 不问候声音与过 惠惧随坚固 皆可 明朝相约看星河 无悔此一生与此成说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 请 极了 秦恒君 你让先世送过来就可以了 怎么还亲自过来了 秦恒原本也有些事 想要请教祖师 但说无妨 归须当初被兄长修补后 是否真的不会再有异动 这以玄商神君的神力 归须被封印之后 应该永固无虞了 秦恒君不必太过担忧 可若 若再有东邱族人现世呢 你 你如何问出这样的话 当初东邱一族借着地脉子质作乱 已被四戒荡平 怎会再有东邱族人现世啊 可 可秦恒 却从一些老神仙那儿听说 当初东邱一族 和地脉子质 从未妄图灭世 他们只是受了四戒的忌惮 才一来灭族之火 若真是如此 四戒 难道不应该还东邱一个清白吗 若真有遗孤在世 他也应受到四戒的善待才对啊 谁跟你说这样的话 清衡是看了一些古迹 胡思乱想罢了 我猜想 若是父弟知道了 会不会也这么认为 其实你说的也没有错 四戒先王确实有愧于东邱 老朽当初也是不忍心 不过东邱之事早有定问 若是真有东邱祖人现实 天帝一定会赶尽杀绝的 不会为东邱祖人证明 清衡觉 此事万万不可在天帝面前提及了 祖师教育的事 是 是清衡莽撞了 那我就送你一个抒起了刺的一盘 用于奖励你为我无所畏惧 好 公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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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来了 喊了半天公主都不应 要不是有这些好吃的呀 我都换不行你 看公主这副模样是她小神君吧 听天叛院的侍女说 神君可是日日都来找公主亲近呢 胡虽只希望 神君日后能不负公主这番深情 你放心 她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或许 让你什么都不知道 对你才是最好的 你这饼怎么做的 怎么和之前的不太一样啊 这是我求下届教育的仙童 给我带回来的 必须给公主尝一尝 你带我可真好 胡虽只是将心比心 若没有公主 哪有胡虽的今天啊 所以 不论将来如何 胡虽都愿意永远陪着公主 可好吃了 你尝尝 嗯 好不好吃 嗯 你救治了这么多陈渊族人 现在已是深得人心 日后一定是大殿下的得力内助 大殿下 你知我的心 大殿下 你知我的心 檀檀 你只要嫁给我 我以后肯定会对你好的 甚好 传令下去 就是 三日后在陈渊大败宴席 为无蔡和朝风贺喜 恭喜大殿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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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世鸾前 恭喜大殿下 不能忍到什么时候 公主 这可怎么办呀 王红连婚服都送过来了 您跟殿下 不会真的要与旁人成婚吧 你先下去吧 是 你刚才在坟元殿为何拦着我 如果我拼死康明 我们就 你就中了王后的计 王后想得清楚得很 如果我们今日应允了这桩婚事 她就卖大殿下一个人情 如果我们公然反抗 她刚好可以找到机会施加罪责于我们 看来是我低估了王后 如今我们被她驾于火上 进退两难 都怪我 我就不该回来 如果我们当初去白竹屋 也不会有今日 是 赤后营是你的心血 如果是我的话 我也一定会回来的 别无他法 这次我一定要带你走 那赤后营怎么办 我可以托付给加罗罗 有蛇族圣女庇佑 他们不会有事的 嗯 好 委屈你了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这些事情 我一点都不觉得委屈 好 我这就去找加罗罗 如实相告 她对吴代情有独钟 一定会相助的 嗯 仙子 吞云上仙也是为了你好 你就别再生她的气了 我没有生兄长的气 都怪那个青葵 没有害成她 反倒害了表哥 要是表哥捕捉神君了 我就做不成天妃了 若玄伤神君真退了位 那青葵君必定受到天地赏试 仙子 您不妨考虑一下 又胡说什么